名将秦淑宝之子秦怀道的穆志明 让真正的唐朝武将之首水落石出 这人哪 不是勇猛善战的御斥靖德 也不是隋唐猛将中排名第一的李源吧 那这位低调的猛将究竟是谁 今天我就带大家走进隋末唐初 看看大唐第一猛将 对于隋末唐初的猛将们 隋唐演绎全传这本小说 给出了一个排名 共有18位猛将 但有5位只知其人不知其名 分别排在12位13位14位15位和17位 这18位猛将中 垫底的是善雄姓 排在16名的是秦淑宝 排名11的是新闻里 排名第10的是上师徒 一字网上是魏文通 杨林 罗成 吴天赐 吴云昭和雄阔海 排在第三名的是猛将裴元庆 他的厉害之处体现在力量上 裴元庆的武器是一对中300斤的银锤 300斤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 别说武器来了 就连魔动都困难 可见裴元庆的力量有多大 排名第二的是猛将宇文成都 他是宇文化级之子 在不同的影视剧中 对宇文成都的塑造不同 但他的战斗力一如既往 宇文成都能排在第二 得益于他的师父于聚罗 这于聚罗呢 曾是隋文帝在位期间的猛将 立下过巫术战功 他教出来的宇文成都战斗力 也非常强 排名第一的是李元霸 这个人物其实不存在 是说唐颜一全传的作者 以李玄霸为原型构造的 李元霸的能力究竟能不能排第一 存在很大的争议 对隋唐猛将的整个排名 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如果按照战斗力排名 其实宇文成都都在裴元庆之下 但他却排在前面 这可不是看不起宇文成都 他们曾经叫过手 四名山一战 裴元庆将宇文成都打得翻不了身 最后宇文成都是被李元霸杀死的 宇文成都死后 他的师父痛心不已 为了给徒弟报仇 已经八十多岁的于巨罗 找到李元霸要和他单挑 结局很让人意外 李元霸竟然被一个老头给斩杀了 这样看来的话 岂不是于巨罗该排在第一 只能说小说就是小说 虽然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但可信度还是不能保证 关于隋唐时期的小说 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对武将的排名都是不一样的 里面有很多人物都是虚构的 更别说武将的战斗力了 那么根据隋唐证实 哪位武将才是第一猛将 1974年 秦淑宝子的牧师揭晓了这个答案 他的牧师是在河南洛阳被发现 因为这个牧师不大 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 可是当考古人员发现牧师主人是谁后 关注突然就变多了 还掀起了一场热议 因为牧师中葬的人是秦淮道 唐朝名将秦淑宝之子 作为名将之子的秦淮道 仕途上的发展如何 他在历史上并不怎么出名 年轻的时候 在宫中担任过保护皇帝的侍卫 后来又被调出了京城 做起了地方官员 一辈子没什么起伏 提到秦淮道 第一反应是秦淑宝 父亲的光环太耀眼 也是一种烦恼吧 不管是在小说中还是在正史中 他都具备名讲光环 当秦淮道的牧师被发现 自然是值得关注的 在秦淮道的牧师中 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文物 而且秦淮道的牧师保存很完整 但他牧师中的陪葬品不最吸引人 最吸引人的是秦淮道牧师中的牧师名 因为这块牧师名将揭晓唐朝第一猛将是谁 在一大块牧师名中 考古人员提取出最重要的一句 高祖时期 祖秦淑宝秦玉池竟得于美良川 这条牧师名想表达的意思是 在美良川之地 秦淮宝升勤了玉池宫 但唐朝历史记载 玉池宫没被升勤过 而是主动投降了秦王李世民 秦淮道牧师名上的信息和唐使记载不同 上面的意思是 玉池宫是被秦淮宝升勤后 才向李世民投降的 那为何牧师名和唐使有如此大的出入 哪个更值得可信的 无庸置疑 当然是牧师名更可信了 自古以来 史书都是被公开撰写 公开传阅的 别看是公开的 但很容易被篡改 只要背后的力量够大 李世完全跟着个人意愿走 史书是给后人看的 都是统治者想让人看到的一面 所以不完全可信 牧师名就不一样了 古人对死亡这件事 是带有敬畏之心的 他们不敢也不能在牧师名上胡乱记载 要是记载不识信息 是对列祖列宗的不敬 这种遭人唾弃的行为 一般不会有人干 而且牧师名放在自己的牧师中 不管好事坏事都不会有人知道 所以没有胡编乱造的必要 牧师名记载的都是实际发生 客观存在的信息 可以说不会带有个人色彩 这比后人撰写的史料 可信度要高得多 再加上秦怀道是个很孝顺的人 自然也很看重列祖列宗 胡编木之名的事 他应该做不出来 既然秦书宝能升秦玉持宫 那他的战斗力应该是非常强的 随唐演义全转中 却将秦书宝排在16名 这个位置可配不上秦书宝的战斗力 想了解秦书宝的真正实力 那就要看看美良川之战 这场战役是唐朝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战争 也是李世民征战的转折点 这美良川的具体位置在山西文西县内 因为是个很美的地方 加上有山溅与河流 所以被人取名为美良川 唐高祖武德二年冬 随朝将领刘武周驻扎在美良川 秦王李世民带兵征战到此 和刘武周展开激烈一战 这一战李世民没有亲自上场 而是派出手下两位大将英开山 还有秦书宝 两人分兵行动 采取包抄的战术 给刘武周的主力军来了个毁灭性的打击 这场战争在开战前 刘武周就注定会输 因为在开战前 李世民来了个大点兵 点兵过程中 军队气势高涨 那鼓声和呐喊声响彻了美良川山剑 刘武周听见李世民点兵 吓得他派出手下最厉害的将领 就是御池公 在战争关键时刻 秦书宝带着士兵冲入敌人阵营 一股作气将刘武周手下大将御池公升擒了 这场战绩就是秦书宝战绩中的沧海遗塑 关于秦书宝的实力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马踏黄河两岸 减打三周六府 简短的一句话将秦书宝的实力完美呈现出来 他仅凭一杆枪和一匹马就能剿灭敌军阵营 可见秦书宝彪悍的战斗力 如果这都不能证明秦书宝的实力 那就找人与之对比一下 关公战秦琼这句话呀 很多人应该听说过 将秦书宝和关羽放在了一起 可他们并不是一个朝代的人 之间隔着上千年 这种比较似乎多余了 实则不然 会将秦书宝和关羽放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的实力差不多 众所周知 关羽是三国时期的名将 秦书宝呢 是隋唐时期的名将 他们没有对打过 自然不知道谁更强简 但是这不影响对秦书宝的考究 从一个数据可以看出 秦书宝更胜一筹 那就是双方的武器 秦书宝的武器是一对铜简 这武器的重量有130多斤 关羽的武器是青龙掩月刀 该武器的重量只有80多斤 从武器的重量来看 秦书宝的力量在关羽之上 设想一下 要是两人交手 那秦书宝完全可以靠力量压制关羽 这样一位比关羽还厉害的猛将 怎么配不上大唐第一猛将的名头 很少有小说将秦书宝列为唐朝第一猛将 是因为秦书宝的黄金时期不在唐朝 他征战最厉害的那几年是在隋朝期间 到李世民坐上皇位后 秦书宝年纪已经大了 而且他为了躲开李世民的猜忌 逐渐隐藏了自己 他以生病为由拒绝带兵出战 因此秦书宝的战绩少了很多 遇事宫投降李世民后 得到很多征战机会 算得上李世民手下第一大将 秦书宝生勤过这样一员猛将 说他是唐朝第一猛将 应该不算过分 以事为敬 可以治心体 以人为敬 可以明得失 点赞评论订阅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